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RS来编写高级量CSS系列课程 这节课呢我们来到这系列课程的第九讲 那我们这节课主要讲学什么内容呢 在上一节课中呢我们讲的是这样一个数据类型变量和这个Mission这些内容 然后这节课呢我们就主要就是上节课的一个内容 来说一下我们这个SARS里面的一些类质函数 然后第二个呢是自定义的函数 比如说我们的类质函数呢不够我们使用 我们还想自己去扩展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到这样一个自定义函数来实现 第三个呢是简单说一下这个Debug Warren和这个Addle的这个用法 最后呢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客户任务 好这几点呢就是我们这几个的一个知识点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类质函数 看一下 好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是先把我们的一个项目先跑起来 这儿呢我已经建立好了这个Unity9 我们这儿我们这儿还是新建一个Demo Demo1好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启动我们的这个CompassWatch 好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环境 好 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SARS呢它的类质函数呢是非常多的 我们可以在浏览器里面跑一下 好看一下 这个类质呢是我们这个SARS里面的一些所谓的类质函数的一个集合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呢它又分为这个RGB的一个方形 然后呢是这种都是跟颜色这种相关的一些函数 还有操作的其他颜色函数 然后针对尺寸 然后数字的一些函数 当然函数那边就这么多 具体要用哪些我们可以一个个去根据我们的一个场景来选择 在这呢我们就不讲这么细 这个更全部的函数在这儿列出来了 我们就直接它去看就可好了 这呢我们主要讲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函数 第一个呢是颜色里面的这个RGB和这个RGBA 好我们在这个Demo里面来实现这样一些用法 比如说我们的RGB我们还是用Body 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想用一个颜色 我们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只知道RGB 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颜色值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RGB函数 然后它的三个值呢是255 最大值是255 好这样看一下 编写出来它就是一个什么白色 那这个0 0 0 那有什么颜色呢 保存一下黑色 好一个255那么就是Red 应该是红色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RGB这样一个函数的一个效果 它能够把握我们的这样一个 只需要我们提供RGB三个值就能够转换成一个具体的一个颜色出来 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用的是这种不常规的 它就会转换成这样一个16进制的一个颜色 好这个呢是我们RGB的这一个函数 那么RGBA又是一个什么效果呢 RGBA 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颜色 第二个呢是这个透明度 这个不叫透明度 这个叫 这个呢可以叫α 就是我们的透明度 那这个地方呢颜色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里面的一个颜色 也可以直接用RGBA这种写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255 0 200 透明度 1.5 好看一下它出来是什么样子 好是一个原样的 这呢我们为了看一下效果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 Wides 和这个Hatch 都加上 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一个页面里面去看 这样的话是比较容易比较直观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新建一个页面 好注意了 html 冒号 5 Table 这个里面没有装我们这个插件 那这个呢我们就用这种写法也是一样的 link 这里呢我们就用 style Shit Demo1.C ensys 好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背景色和这个 前景色的话我们要看的话我们需要 多设置一点内容出来 这样才能看到前颜色 看一下 ABCD和这个透明度就已经出来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两个函数的一个效果 当然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函数的一个签名上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提供一个颜色 也就是说这句话的话 它其实等价于 我们把这color定成一个变量 color 这种的话 我们就可以实现它的一个复用 翻转color rgba 看一下 这是第二个它的一个签名 我们刚刚用的就这种签名 那么第一种签名的话 就是提供这样一个color 然后呢 再来提供一个透明度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看一下这个生成的一个结果 看一下这个结果的话我们刷新了其实和上面的一个结果是一样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函数的一个用用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lighten和这个darken这个呢就是说把颜色变浅和加深 这个又怎么用呢 这个又怎么用呢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简单的演示一下就好了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简单的演示一下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这已经有一个颜色了 比如说我们这已经有一个颜色了 我们在这个p下面如果再给它设置一个color的话 看一下 看一下 darken 看这个签名 第一个是color 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加深的一个do 我们还是把这个color给用起来 然后 然后 好 0.5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使用一个p p p 我们放一堆p 好 看一下 这个地方颜色呢就变深了 注意看它的颜色跟上面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就变深了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效果 加深了0.5 那如果这里我们可以加深几倍呢 我们看一下如果大于1 会是什么一个效果 看一下 基本上看起来是没反 没有反应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 F500C0 我们在这里再看一下如果加深0.5 是什么效果 FC00C6 看一下它是有变化的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加深的一个效果 当然有了加深我们就同样的有一个 变浅叫lighten 看一下 同样是提供一个color和 提供一个颜色的一个值 和一个幅度 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基本看不见了 因为背景色比它那个要深 深 好 看一下 基本也是看不到的 这个呢我们就不再去深究它了 这个呢就是两个一个加深和这个变浅的一个函数 之后呢我们就再来看一下这个 针对这个尊的一个函数 这个呢第一个呢是求这个尊的一个长度 第二个呢是求这个index的 这个地方怎么用呢 同样的 比如说我们要在这里 不过真的 不过一般情况下是没有这么去用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index 它能刚好等于我们这个str-lens 给它提供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 看一下 这边算出来的它就是六个 再来一个str-index 这个这个字符串里面某一个单子的一个位置 一个所影 看第四个 注意啊这个地方这个index的话它是以1开头的1234 所以这个d呢是第四位 如果是在我们常规的一些编程语言里面 它的话应该是0123应该是第三 所以这个呢是有一个区别 这个就是说要记住sars里面呢它的这个所以呢是从1开始的 不是从0开始的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类质函数相关的内容 更多类质函数我们就在这里面自己去看了 因为这里面非常多而且有相应的一个说明 好这个是类质函数 除了类质函数之外的话我们可能会用到什么自定义函数 为什么呢如果说我们的一个功能 不满这个类质函数已经不满足我们的一个要求 我们还需要 其他的一些功能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们要对一个操作数乘以2 当然我们直接乘以2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用 这种自定义翻课型的方式来实现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 使用vites乘以2 好那这个是怎么用呢 比如说我这可以设置它的一个宽度 对于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为什么出错了 这return的时候我们要加这个 按符号好这样子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结果呢就已经乘2了 已经变成10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定义翻课型的一个用法 好就是我们这一点自定义翻课型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呢 debug warren和这个 arrow 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就是在给我们编译的时候提供这样一个输出的 这个呢有点像我们的JS里面的这个console这种方式 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比如这儿 我在这儿写一个debug 记住了后面的话都跟字符串 好看一下在这个编译好的这个CSS文件里面呢是没有看不到东西的 那我们在这儿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Compass watch里面我们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 他在他有这样一个说明 在这个22行有一个debug 然后把我们的信息给打出来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 在这样这个控制台这样一个环境下去看的 当然 除了除此之外的话 warren和这个 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warren和这个add 这个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我们这个 参数的一个判断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wise 我们这儿要加一个判断 那我们就可以采用 if 他的话如果我们就假设 他大于3 px 那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其实想要谈一个arrow wires lot 大于 3px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会出什么 注意看 这儿呢就输出了这样一个 先是我们的一个debug 然后再是我们的一个warren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add 之后呢他还输出了我们最后执行的这样一个错误 就是说 不能大于这样一个3px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 方形和mixing这里 mixing这里面是非常有用的 好这个呢就是这三个的一个用法 他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控制台进行一个输出的 好 这节课的内容呢大概就是这些 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后的一个任务 这节课呢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呢是学习五个类质函数 并列出他们的一个常规用法 这呢就是随便让你去挑五个函数来看一下 然后把他们的这样一个所有的一个签名 给列举出来 最好呢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简单的html中 给他写一下写出来 第二个呢是自定义一个函数 然后呢通过给定的一个层次 也就是我们给定的这几个k吧 然后呢获取特定的这个zindex 这里给一个提示啊 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 map类型的map类型的一个变量 然后呢可以在这里面 直接用mapget来获取值 当然要小心一点判断一下这个k存不存在 这里的话就需要使用到这个map的一些相关的一个 内置的一个函数 所以这个呢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课后的两个任务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先到这儿 我们下几课再继续 噢那么再继续